为深入打造古运渔城的文化小镇形象 昨天 渔城镇在杨少村桃花园广场 隆重举办了第四届桃花旅游节开幕式大型文艺会演 为庆祝渔城蜜桃 渔城辣椒 荣获中国国家地理标志 开幕式现场举行了隆重的接牌仪式 目前 渔城已发展成为鲁西南最大的辣椒加工基地 每年运出的干辣椒高达10万吨 作为老干妈原料基地 渔城辣椒总烘干量约占全国比例的40% 同样美育全国的还有渔城蜜桃 桃花旅游节的举办更是推广了渔城水蜜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四届渔城桃花旅游节以花为美 推动了渔城镇更加深入地挖掘本地蜜桃文化 民俗文化 地方美食休闲文化和乡村生态旅游 同时 推荐渔城乡村旅游资源 有效提升了渔城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促进乡村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 为渔城进一步的乡村振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渔城市民进一步的乡村振兴奠定 一步的乡村振兴奠定